掌聲鼓勵 謝謝 謝謝這麼美鳳的真相 太好意思 不過我想要跟現在在座的所有老師說 我是英文老師 我教了英文教了非常多年 我教過國中部 高中部 我還教過高職部 然後後來我就去當校長 在台北的私立入信中小學 在我的努力之下 我創立了雙語班 後來變成雙語部 那我就有一個很完整的雙語學校 那那個學校裡面呢 課程是怎麼排的呢 從Kate 從幼稚園一直到12年級 趴了很多的時間 大概10年的時間 等到10年級 11 12年級的學生 但是在雙語部畢業的 申請到Harvard Stanford 我覺得我的這個系列完成了 所以我就離開 就是到中原大學去教書了 在中原大學也有佩立文課 叫雙語教學的理論跟學問 因為我覺得 看到現在未來人才的發展 各位知道我們培養的學生 將來都要進入到未來的世界中 你們覺得他們真正需要的能力是什麼呢 他們要面對他的未來的世界 他們需要什麼樣的能力 各位你們可以看得到 當然他們需要一個語言的能力 就是中文 那他是不是需要一個語言 一個語言的溝通 一個語言 一個語言的溝通 一個語言的世界溝通 就是他 那另外還有數位對不對 數位可以走得比較快 基本的能力 除了他的學科 各項學科之外 這基本的能力 他們必須要有這樣 另外 在這個整個溝通的溝通中 所以他必須要知道怎麼去這個語言 好 所以我在想 我們怎麼樣子在教育的內容中 去涵蓋這些內容 我就是我今天 希望能夠帶給大家的這些 這個全英語 那為什麼要用全英語 那我想我自己在教學的這個歷程裡面 我有些失敗的經驗 那當然也有成功的經驗 那我現在就告訴大家 真正成功的這個 讓孩子們把英文學好 又能夠用英文去跟人家更新的一些重要的 一些原理跟原則 好 所以 那 學英文 大概就是聽說讀寫思想都要的 那所以 但是有個很重要的一個觀念就是 They love to learn English Learning English is fun 你們去想想看我們現在的學生 那學英文會不會覺得是一個很痛苦的事 如果是的話就學不好英文 因為學英文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 然後它是能夠跟世界接軌的一件事情 好 那我們就看到國家的政策 大家都知道 那有幾樣事情 這五大事情裡面第一項就是 是什麼 未來國家的基本政策 要講到中小學 要用全英文授課 而且部分的領域採英文授課 有沒有 就是在2030年 國家的 變成雙語國家的基本政策之一 那另外呢 他們有感到說 我們很可能在學校裡面 要有一個 就是全英文教學的中心 然後呢 我們都要培養師資 好 我現在想問問大家 因為大家也都是英文老師 在你上英文課的時候 你用多少的中文 用多少的英文 如果我們想要把我們的學生英文學好 我們要用什麼樣子的方法跟環境 我們的孩子的英文才能夠 因為這是他們未來的一些能力 那然後在那個教學的過程中間 有沒有想到學生的需求 還有不同的孩子 不同程度的孩子 用什麼樣的方法去教他們 那另外呢 就是當他們所學的一些東西以後 有沒有利用一些 這是政治的政策的問題了 有沒有利用一些機會 能夠讓他們走到國際化 所以這個 這樣子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剛才就說 我們想到了未來社會 未來世界的一些能力裡面 各位知道那個 我不是光說要把你講 中文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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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雙語 因為中文使用 跟我們 它是一個語言的媒介 能夠跟我們中國的 台灣中國人 我們的這些接觸 另外有一個語言是要跟世界接軌 那科技的能力 然後要學如何去學的能力 然後公民的素養跟創業家的精神 這是孩子未來需要的一些基本的能力 所以這些能力 都必須融入在我們的教學中間 那因此呢 全英語教學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就是我們要 強化中小學英文的聽力 和口說的能力 可以落實中小學產 全英文授課 那因此它理論基礎在哪裡 我最近看到最重要的一個理論基礎是空洞 那它是一個心理學專家 教育學 然後它讀寫的 這個在英文讀寫的這些觀念 那它有講到說 What's whole in whole 就是這個 在全英文教學裡面 到底最重要的一些含義是什麼 什麼是part 怎麼才會變成who 在它的整個教學的過程裡面 我看到的它就是說 Reading and writing is partnership 要把聽眾的一些思想要整合 那要focus on real and nature events 然後要知道comprehension要了解 那這些東西在這個理論教學裡面 我們看到它的意義就是 強調語言的完整性 在語音、詞彙、詞彙等等 那是不可接觸的 那另外呢 孩子在發展 尤其從幼兒到小學 發展是四項的一樣 全部的同時要進行 同時在語言中心 語言、詞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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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有意義的 Meaningful to them They love to learn 他們喜歡學 是在一個real situation 在一個真實的環境中間 那所以真實生活的實用性 而且它不斷地使用 那所以讀寫的能力呢 是跟人家在溝通互動中間 有很多很多的機會 所以他們能夠用英文去跟人家溝通 用英文去思考 那老師呢 這個統整 剛剛講的那個統整這個部分 那就是我剛剛說的 就是不要說有系統的 有趣的 而且是有意義的 在自然真實 豐富的這個環境中學習語言 它能夠跟人家溝通 跟人家互動發展 那這是我覺得 全體文教學的一個內涵 那對於這個學習者而言 我常常在講 什麼叫做對學習者的尊重 對學生的尊重 因為我現在看到好多 以前我自己在教學的實際上 那開始就在教育文化 那第三層的正在 就在教育文化 什麼會的話就罵他 然後這個文化 什麼現在是過去式 什麼未來式 然後過去 欸醫生怎麼用過去式呢 那應該又 現在應該又一次進行式 你怎麼用到這個過去式啊 就一直說學生 那不是他的語言 他在一個怎麼樣 然後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 我其實不會回我的責任 我怎麼教的他教的不會啊 我那時候這樣想 所以我就去想 我還要怎樣做 學生很 他很喜歡學英文 他學會了 他會用 所以我就去改了好多教材 要編一些東西 他們跟他的生活有關的 他學生是有趣的 所以那時候就做了很多很多的改變 因為就從這個地方可以看到 就是他學了一樣的東西他能用 他學了一樣的東西他覺得有秘密 他學了一樣的東西他覺得有趣 學生才會學 所以從這個地方我就開始去想 那個要對學習者的尊重 不是學生天生就喜歡學 他要有一些環境 要刺激他們 他們才會比較喜歡學的 所以要跟他的生活經驗相結合 然後他能夠產生這個實質的意義 所以聽說讀學是這樣 但是各位 我們現在實在是一個 一個完全在中四年的學校 要會考 要學考 考大學 大學裡面還是有 英文要到一個程度 要考他的英文的能力 大學畢業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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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業 留學的些需求 所以我們其實是一個 非常非常重視英文的一個 一個時代 我們現在講到這個 第二關關語言 但是 為什麼 沒學好 我們很重視對不對 很重視英文 但為什麼沒學好 國中的英文 是會考學畢業 國中 會考考 寄生 到那個 三層以上 好像在全國比起來 桃園還是算比較 還是厚敏的 那還有就是要問一句 每年很多的孩子 花了九年的時間學英文 然後只是學到挫敗 沒有把這科學好 而且他現在那麼重要 現在過去 所以從這個地方 我就開始在想說 那用什麼樣的方法 問題到底在哪裡 那從過去到現在 我看到這些問題 哈囉 你們怎麼不懂 好 那個 那學生好像就是考試 他不會去利用 對不對 那就是考 學生在念 老師會考 老師會考 不是說我會用 那考不考 老師你們自己可以決定 你們要考什麼 用什麼方法去 平養學生的學 那個 學校會規定嗎 你們決定 你們一定會 一定到處 到最後 他考大學的時候 還有一個會堂嗎 會堂要有那個程式 那你們 那我們做那麼久 然後還有三層以上 成績還那麼差 為什麼 我們既然就是 真為重要 我們這樣做 希望我們考到好 那為什麼還沒有考好呢 那我現在就跟大家講 不過以前也是這樣想 後來我就開始做一些改變 我的研究 然後做到的事情 是因為我從 我那個學校還很好 因為我從幼稚園 可以一直到國中到高中 我高中的畢業 那時候15級分是滿級分 我全校的男級分是14級分 是非常高的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我可以用這樣的教訓 我也可以把孩子的生意教出來 因為他會了 任何的考題 都是一個考試而已 都證明他學會什麼而已 所以我覺得他是可以 因為我今天跟大家講的 都是我做過的事情 不是天馬行空的事 所以怎麼樣子 怎麼樣子去這個gap 到底在哪裡 或怎麼去彌補 所以考試的觀念 要缺乏必要的觀念 那我們在教的過程裡面 只有片段觀念 沒有整體的觀念 就是字啊 社會啊 句型是什麼 那個整體 那個整個一個param 學到什麼樣的idea 怎麼樣用這個idea 去communicate with other people 沒有 沒有這個機會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們就會寫 但是很少去運用 所以那個學科的知識觀念 就缺乏了跟生活 生活中間融合的這樣的概念 在這樣子的一個概念之下 所以聽 我一定要 一定要跟外國人講太快了 所以呢 都聽不懂 然後每個次了解 我才聽懂 不是這樣的 你跟外國人公共聽他講話 也許第一次聽不懂 兩三次的訓練 有那樣的環境 慢慢就懂 不會第一次就懂嘛 那說 我們為什麼還是說英文裡面 有很多中文的pattern 用中文 因為他用中文翻譯著英文在說 不行 英文翻譯英文就直接反應英文 我等一下跟大家講 腦根學習 我們腦子有很多很多的部位 有語言區 有語言區 英文翻譯英文 中文翻譯中文 你讓中文再教他 英文到中文 中文再回 英文 漫無效廣場 所以 因為考生涯教學 就常常在中文中 讀 他每一個字都了解 我才看懂 寫 就有很多很多中文式子 去寫出來了 好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怎麼樣去 那個跨越的表 把英文當中文 或者英文當中文 如果我們覺得英文當中文 那我們就是把它當作 一個學科 真的 所以 我們就必須要 建議他在文法上 透過智慧 文法 來練習他們聽說學者的能力 然後比較會採用的 就是文法 翻譯法 就是grammar translation 那個 學生能力教學 用文法的規則來解說 單字的教學 翻譯法 但是如果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那英文呢 就是 a tool to communicate with other people 它是一個跟人家溝通的一個媒介 可以按照不同的環境 然後能夠用英文去了解 歐北的文化 然後可以 甚至於我們可以 我看到有些學校 我記得以前 在當英文老師的時候 那有外國的學生來 那我要介紹中國的 好像那時候是講的 Dragon Hall Festival 他們就用英文來介紹中國的民俗 然後告訴他們為什麼會這樣 那我記得跟國外在聯絡的時候 我們不是有Mong Festival 那個中秋節嗎 我們就介紹他們的節訊 他們就介紹他們的節訊 甚至於他們沒有鬼節 Halloween就可以了 就用節日來溝通 用英文來介紹我們國家的這些節日 我覺得他們玩得蠻開心的 還照了好多照片 所以它是一個溝通的工具 它可以用英文來介紹 本土的習俗跟中華文化 所以在這樣子 如果我們這樣 能夠有效地要學習的話 我覺得各位 那個Motivation很重要 然後那個Environment 也是在那裡活著 然後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is also very important Your teaching is also very important 然後呢 它前面學了什麼 還有一個就是 Their attitude 他們的那個 這個都是影響 他們能把學好的 很重要的一些關鍵 所以我覺得Environment 還有The attitude Motivation 他們是不是準備好學了 這些都是能夠 有好的學習 一個重要的一個關鍵 所以如果我們想要把英文學好 我們要給它一個這樣的環境 Evivalent 那我現在就想請教各位 我們在台灣的中國的學生 要學英文一個禮拜 能夠接觸英文的時間有多久 一個禮拜算起來了幾個小時 幾堂課英文課 兩堂 一堂四十分鐘 就八十分鐘 八十分鐘還有一半是用中文教 都四十分鐘 那也許他們會聽聽什麼 英文的節目等等 好 那 他們不是天才那樣 然後Gunius 他們在這樣的環境裡面 能夠把優惠學這樣不錯喔 那我們要給他們什麼樣的環境 就是要有多一點接觸英文的環境跟刺激嘛 所以在這個地方就是要有Emerging Education 就是要澄清適合這樣的英文 讓自然而然的學語言 那他們只有八十分鐘 那各位你們八十分鐘 有六十分鐘都用英文來溝通 英文的 那他們還有外國老師的課嗎 沒有 有的有 那再加一加 好 所以在這樣子的話 怎麼樣子在這樣的環境中間可以學 所以我們 所以我們在美國 他們也是有這樣子的一個實驗 他們覺得 在這個活動中間 這個實驗中間覺得 要從六十分鐘的小學開始 來開始做這樣的一件事情 好 所以呢 我們就第二個環境 我們聽說被視為接受式的語言 然後他培養了聽的能力 那聽的能力 要帶來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要有很多的input 要方法進行 那才可能output 那放上 我覺得我們現在還可以做的 就是在英文課裡面 盡量用英文教英文 盡量 因為他們需要這樣的環境 我們是可以這樣做 只是過去的習慣 過去的習慣 過去的學習中間 我們比較 我們如果要改變 這樣子的一個學習的效果 我們必須現在就要做一些改變 讓孩子用全英語的教學環境 成績在這樣的英文的環境中間 那帶來成績的這些概念 那因此呢 他在學習的這個程序 第一個我剛剛說他要喜歡英文 他不要害他英文 然後他覺得自己可以學 然後能學 然後呢 過程裡面他還學會有成就感 他會繼續學 還有就是我們在這個環境裡面 要給一些機會 讓他們學的東西能夠用出來 能夠用出來 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就是能夠把英文學得好的一個 中間的一個概念 好 所以呢 我們就要用英文來思考 用好的環境 用英文去溝通 然後用英文去表達 好 所以各位用一個用英文來思考 剛剛講的環境的關係 我在這裡要跟大家特別講 為什麼要用英文教學 要用英文去思考 怎麼去思考 好 各位今天這是腦子裡面 有一個我們看到這個 有一個大腦 大腦就是揍手揍手揍的地方 現在大家看到中間這個地方 有一個是氣人和 一個情緒中心 有一個是海馬輝 它主宰記憶 簡單簡單的一句話就是 當孩子情緒好的時候 它氣質比較大 一氣人和海馬輝 當然最重要就是在講這個號 那氣人和它控制情緒 就是一種反應 那海馬輝 它是控制 海馬輝 它是基階 主宰基階 它把短期基階 慢慢慢慢地 就是做到皮子去出生起來 形成長期基階 現在就是紅紅紅的那一點 那海馬輝 就是綠色的那塊 然後呢 它就形成了長期的基階 那當它情緒好的時候 它就能夠把 這個短期基階的東西 在皮子的東西 慢慢慢慢地 送到了長期基階 然後儲存在我們的腦子中間 好 總看 然後到聽到 然後到儲存 然後到那個點點點 那你的情緒 就主展了這一切 當它情緒好的時候 東西比較容易 進入到我們的腦子裡面 比較容易 從短期基階 進入到我們的長期基階 比較大的技術 另外有一個重要的概念 就是產生記憶的 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另外還有一個 就是我們看到 我們的腦子的圓區 是怎麼樣子在傳送聲音 跟英文的這些資料的 剛才回到剛才講到 就是說當情緒處於一種愉快的狀態的時候 我們的腦子會分明一種 N多分的化學物質 而這個化學物質 它是引發大量的神經導體 那個導體具有任法劑的功能 那細胞跟細胞的連結件 就可以形成 反之就無法形成 我的意思是說 孩子在學衣服的時候 他很快樂 他很愉快的感覺 那就分明一種化學物質 那細胞跟細胞的連結件 就可以連結起來 然後學的東西就行了 那如果沒有分明這個化學物質 也就是說他不喜歡 一進到教室裡面 他就說今天又是英文課 腦子就關起來 耳朵就關起來 他一堂課坐在裡面 沒有辦法學到什麼東西的 那複免情緒 will be in the same order 那複免情緒會變成怎樣 那複免情緒會變成怎樣 那複免情緒會變成怎麼樣 好的情緒會變成這樣 他可以有 他可以決定要去學 他可以決定要去學 或不學 那不好的情緒就是 就是 timeframe 他的內容錯誠感 然後已經Support了 失望了 就缺乏到失望了 所以在這裡有那個園區 它的資料是從什麼地方到什麼地方呢 這兩個園區 一個是Vocal Area 一個是Widget Area 從這個地方我們來看 現在從這裡到Widget Area 然後到Vocal Area 然後再到Vocal Text 就到了那個園區 它就是從這裡傳到這裡 從這裡傳到這個園區 所以我們讀到字的時候 先到視覺品質 然後從視覺品質 再到後方的園區 然後從園區 最後到運動品質 像跟大家講的這個很像 讀到字的時候 聽啊 從聽別人品質去 然後到園區 然後再到運動品質去 大概是這樣子在傳送 那當它刺激比較多的時候 讀根寫 讀根寫是這樣 從這裡到Vocal Area 然後再到運動品質去 我們看到這樣子的一些研究的報告 那大概就有了一個小小的一些結論 意思是說 如果我的老師沒有這樣的刺激 就沒有這樣的傳送 沒有這樣的傳送 就沒有這樣的連結 就因為學不好 聽說讀一些 他都有他的一個 語言區的事情 到把它做出來 運動品質把它做出來 我們有看到的字 發出的聲音等等 那為什麼 B跟D會不一樣 就是從這樣子的地方 去慢慢慢慢的了解 好 大家看到神經元的構造 立立喇嘛 在腦子裡 有刺激 它就長得越明密 它都有一些軸突跟一些接觸點 所以一個神經元 它可以將數據傳送到 另外一個神經元 就這樣傳送 那你有刺激 它才會動 它才會傳送 你沒有刺激 跟你都空空正 那有一個刺激 那有一個刺激 說哪裡的 聽 說 看 寫 就在 都在刺激 各種不同的部位 從不同的部位來 收到這些訊息 好 各位 這一個研究方法 一個小老鼠 住在一個獨自的空間 然後有互動 三隻小老鼠有互動 然後比較寬闊的空間 可以放 可以上 可以上 可以互動 顏色的事情 環境的事情 你看它那個神經元 後面的接觸點就是不一樣 那當然就是那個環境好的 他的長得就比較明密 接觸的點就比較多 訊息傳出的速度比較快 學習的上手會比較好 那有些人慢一點 沒關係 但是速度慢一點 不是不會 有自己 沒有想法 差很多 跟懷疾有關 跟我們的教學法有關 跟他們有能接觸到這個瑜伽的部分有懷疑 所以受過刺激的 沒有受過刺激的細胞瓦 所以如果我們給他的懷疾是很豐富的很自在的 然後我們可以增加腦子的重量跟神經纖維的分布 不良的環境 就不良的環境 慢慢慢慢的 原來有接觸的慢慢慢慢會消失 各位知道長得最綿密的時候 是什麼時候嗎 大概用這個到六歲的一段時間 然後用盡廢退 用的就是這個 不用的就慢慢消失了 所以很多很多到最後不用的地方 不是以前沒有是有的 但是不用 那它就慢慢消失了 因為這是很重要的一個訊息 所以環境改變人又變了 所以這個環境裡面 它就刺激了一個願意 願不願意去學這個心理 因為想要學就產生行為 那這個行為又改變了一個真正的環境 那環境裡面最重要的是什麼 是人 是掃蝕 我們可以看到人 可以看到設備 可以看到這個建築 因為我後來就 比較去做那個腦癒環境 跟學習的一些研究 我發現哇 不得了 為什麼要有一個好的一個 learning environment 好的環境 其實好的環境 不需要花很多錢 各位你們在英文教室裡面 如果常常有一些東西 在他的身邊 他可以看得到 然後旁邊都有用 那就是很好的環境 不必要花很多的錢 在下面有些 我看到有些學校 走廊裡面 上面的地方 它有用英文做一些標誌 或者一些什麼好的一個 sentence 一個好的一個 proverb 你不要以為他沒有看 他沒有看 他沒有見 但是過一段時間 因為有看過 等到真的他在學的地方 好快就學到了 那個環境會影響 所以如果我們學校 其實這些東西都可以 你如果在學校裡面 你如果在學校裡面有空間 是空的沒有用 你去擺一個沙發 然後旁邊放一些什麼東西 你就在那樣的環境裡面 讓他學這些設備 他技能會比較快 有的時候 我那個時候 因為不可能有那麼多設備 我就帶他到餐廳裡面 就擺一個桌子 就學餐廳也一樣 然後學著比較快 有的時候這個餐廳上面放一些 什麼蔬菜啊什麼 就學書站 那就學得比較快 那個環境我自己可以去 自己可以去創造 還有建築啊 到圖書館 就是一個很好的環境 可以進行一下 然後可以去建築 建築去找外國老師在那個地方 讓他們說 我要建什麼書等等 去哪邊找課 就可以用 那都是好的環境 但是要經過我們去思考 然後去設計出來 所以這樣的環境 跟英文來溝通 學生學英文 就會學得比較好 這是在國外 會的比較好 旁邊有好多環境 老師坐在這裡 老師坐在這裡 去國外 有一次我帶 應該是19期的校長 到國外去參訪 我要讓他們去看 他們怎麼在上課 報告欄 報告欄可可以有一部分新文的 一些會本可不可以放在旁邊 放在一個小桌子上 他們可以學習拿來 那個小桌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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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小地毯 然後他們可以坐在那邊看 之類的 這個環境 那這是那一所學校裡面 我剛剛說那個 我們要把學生當中很重要的 那個樂園 我們在這張大門 你看他上面寫著 His are special 他們看他 心裡會有那個不一樣的感覺 所以有的時候 這個如果學校裡面有一些 有一些什麼 這個教室固執等等 我覺得像這樣子一個好的一個 覺得可以學習的 可以跟大家來分享 然後我們可以在很多的地方 可以扶持出動的情境 這是一堂課裡面 他上來的時候 What I think I know Yes We are right We were right New learning 他就貼了一小桌子 他就可以把他自己學的東西 寫出來用英文 類似這樣子 布告來 孩子的作品 心得棒棒 我是覺得每一個學校裡面 如果要找到我的計畫 其實有一塊牆上面 去做這個很好的 在這邊教英文很棒的 什麼地方 然後氣候的變遷等等 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做 那如果要走到國際 要有世界觀的話 我覺得這個情形走到的東西 也非常的重要 那下面可以是一些 在台灣的一些風土的一些 上面可以做 都可以換 我覺得是重要的一個 走到國際化的想法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的 就是環境中 我們的中式跟音式的變合 我們盡量在環境裡面 用邊緣交邊緣 我們都是英文老師 用英文老師 英文老師用英文教英文 應該 不是很困難是吧 是嗎 要是越想接觸 那就越想接觸 英文的時候 他第一次的接觸 就是用全門引擎 他學得比較快的 他會刺激 我們怕他聽不懂 兩三次就懂了 任何的事情聽一次就會懂得嗎 各位那個次級練習要七次 7 is a magic number 7加-2 如果腦子裡面已經有些存後 五次就會了 一般就是7次 至少有7次 那如果有學慢一點的 從來沒有結束 這樣9次 7加-2 你要一個從不會到會 就是要一直不斷的 在環境中間有異異又有趣 然後這樣子練習他就會了 所以我們一定要用一些簡單 教室用語一定要用 所以課堂中間我們怎麼樣子 能夠建立這樣子的默契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然後慢慢慢慢他會了就有信心了 就要用全語教學 好 那那個前進 剛才說就是這個學習活動的真實性 那如果他能夠從彼此的互動參與 他就很主動的去參與 就不會在旁邊當客人 有很多孩子在課室裡面是客人 那不能讓他們當客人 你要讓他們當主人 你要讓他們要學到一堂課裡面 各位有沒有想想看 我這堂課 我從教室 我從我的辦公室進到我的教室 然後我要上四十分鐘的課 我期待我的學生在我這四十分鐘裡面 能夠學會至少什麼 至多什麼 如果沒有這樣想 不要進人家的教室 浪費很久時間 是不是 我今天要四十分鐘 我要當英文老師 然後我要進到一個教室裡面 我要教一班的學生 不管要怎麼樣 我要沒有一個期待說 這堂四十分鐘以後 我至少讓他們學了什麼 對身體好的孩子 至多可以刺激他們 那個要想再進去 所以怎麼樣 用什麼樣的方法 讓他們能夠學多一點 就從信息裡面 可以看到 活動的真實性 他們的操作 還有他們的經驗的分享 剛才我講說 那百年很重要 然後教材的發展 從信息之後到聽說 等等 所以你們在這裡 如果我們要學生就學得好 大概有四項 就像一個 Learn from fun 然後 Learn by doing Learn through their own experience and interaction 互動 我在看很多的學習理論 互動是可以讓學生學到東西的 有時候不是跟老師互動 同學跟同學互動 他都可以學到東西 所以要 Learn from fun 大家覺得有趣 然後 大家親自做做看 They have all experience 他們的經驗 要是成功的經驗 然後 然後 要跟同學 跟老師 跟學生的互動 學生跟學生的互動 所以我們在設計活動的時候 注意 所以 這樣子就能夠提升他們的 學習的成效 所以 要用的教學法 我們 希望 老師能用直接教學法 直接教的 然後 就要注重他們 全英文教學 提出能力的表演 當然 好 我們現在簡單的舉一個例子 我怎麼教進行事 我就問學生 What am I doing? 我給我講 What am I doing? I am walking No Now I am running I am opening the door and I am closing the door What am I doing? I am sitting What am I doing? I am standing I am standing Sitting standing 他們都會對不對 他們經過多少次 他們會知道說是這件事 他們第一次問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吧 他們還累積了多少次 他們才會用70以上 等到他們真的會用 他們在那個情境裡面 他們就會用進行事 你不需要搞法 V動詞加NG啦 全英文教學 就用這個 剛剛說 我們就用這樣的例子 培養他們文法的概念 很好用 很好用 學會了就會了 不會忘的 你第一次就要教 V動詞加NG 然後呢 如果是母嬰 要Double字母 要TTING 如果是怎麼樣 光那個 他都不要學 因為太複雜了嘛 其實我們不是要他們學 什麼TTING 這個字母 再加上NG 然後我們只是讓他學會 在這樣的時候 應該怎麼用 文法是學這個的 我記得那個 進行事的時候 那個教過去事的時候 I go to school every day Yesterday I went to school by summer 然後他們就奇怪了 對不對 對不對 本來是go 怎麼是wit 然後他們就開始 有疑惑 他們就都隨幾次就會了 不必解釋啊 好 我說一個很前進 那為了要學生 能夠learn for fun learn by doing 然後learn to interaction from their experiences 我們是不是先把他們 把這些布置 每一年都要做的話 就布置了 就有很多的東西 對吧 環境先布置起來 他學有趣 不會忘記 然後我們開始去設計這個課程 我們大概知道 我們大概知道 大概那是什麼 那個就是Halloween 然後目標我今天 至少要學幾個單次 然後呢 這個 他們前面可能學會什麼 環境什麼複製 我希望他們能夠會什麼 然後學習的重點會在哪裡 然後我就會設計活動 然後設計提問 看看他們學會了沒有 對 這難怪也把蔡姊姊在那裡 課程設計提問 這樣 好 我們把環境設計起來了 然後呢 那老師就 一邊 一邊在做 一邊就教媽媽 你看那孩子 那個聽得懂 聽不懂有沒有做 看一看一看 你看那位 開箭的 老師在幹什麼 啊 他在那個貼的 那他們自己說說看 用另外一張 有他們的生活 所以帶他們出去走走看 要讓他們去那個 告訴他們 狀態一下 好 然後呢 我們就在這個過程中間去做 你的action 還有一個公共 然後 跟環境相連結 都是一事所做 學習單納 學很多的 他們就學到很多的東西 所以 剛才我給大家看了一個 他們在一個學校 他們在教 Halloween的一個活動 那我剛才就跟大家說說 你們期待 這個Halloween 他們要學到什麼東西 那個文化是什麼 對不對 然後那個 真誌是什麼 會聽到什麼 會說什麼 好 這個想完了以後 他們就開始設計活動 那環境為了他們 for fun 他們就做了一些環境的布置 跟老師合作 然後呢 每一個東西都要學英文的 就是一個東西 掛的東西 都是他要學的英文單字 然後就有活動 然後做 親自做 你拿個pumping 然後到最後還要弄個pumping pot 去買 你要來跟你們一起 好大概就是 這個Learning to be actually 就是互動性高 配對你的練習 然後有溝通的一些活動 好如果呢 Learn from experience 在這個過程裡面 那老師就要用英文 More questions to ask to discuss 所以這個過程中間 我們其實是可以讓他們 學到最多最多的英文 讓他們自己想答案 我們不給同一個答案 真正的 各位知道 剛剛我們的聽跟說 在上課學的最多30-40% 但是如果有經過 discussion討論 然後有跟by doing 可以多 到最後他真正能夠把他做的 能夠學出來 他在討論的時候 他可以教給我 他是學出最多的 所以那個小老師 有沒有曾經很好的那些 那些同學 有時候做小組 他在教別人的時候 其實他是可以再學 因為他學到90% 你要教他的90% 他會 因為他會用 所以不要認為說 小組的時候 那個成績好的孩子 是沒有去到 其實當他在跟別人溝通 互動 他在教別人的時候 他是可以把他學的東西 怎麼樣 用出來 但是我會明白 所以就要在這樣的過程中間 讓他們能夠自己親自做做看 然後用英文說 用英文想 用英文去溝通 他們就能夠選到更多 最後就是我想要跟大家談到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就是怎麼樣 怎麼樣是用的合作教學的一個模式 各位在合作教學裡面 我覺得很重要的有一個部分 就是你們不是要分小組嗎 分小組多少人比較合適 四個到五個 六個就太多 那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每一個小組的成員 必須要有他代演的那個角色 譬如說 有人是做group leader 他要領導討論 有個可以做什麼 可以記錄 有個可以發表 記錄 發表 group leader 還有就是 我們有的時候 有某些討論會拿到一些 從這個電腦上要去找一些資料 他可以做material manager之類的 但是怎麼去分 老師們自己可以去想 每個人都要代演一個角色 然後呢 輪流 可以輪流 因為 在小組教學的時候 我們給那個小組的分數 是全部 大概都是相同的分數 就是小組分數 那另外還有個別的分數 那小組的分數呢 就是 如果這個小組分數是一樣的話 他們彼此會幫助 因為他們需要自己的小組分數 分數是比較高的 可以加分的 類似這樣 所以呢 我覺得合作學習是 在我們做全美語教學裡面的 一個蠻好的一個 一個教學的模式 然後他們可以與此合作 然後可以用不同的管道 去學到不同的事情 那剛才就是說 如果用Halloween 他還可以融合各科 這個不是講的 融合各科 然後可以做 做教學的展示 譬如說 他穿著這個師傅去跳運率 那就是跟藝能 好 藝能 然後他們如果是 用Size 他可以用 那個去把那個 跟這個 Talking 跟南瓜的一些資料 他可以做一些結合 然後那個 剛剛說的 Music 他可以Body and Art 他可以Back 就可以 他就是可以科跟科的結合 但是千萬不要 為了結合而去改變 是融合在你的教學裡面 比較合適 不要為融合而融合 你是對你的教學有幫助 再去做融合 好 那還有就是現在的 雙語老師 有的時候 好像體育要用英文教 是嗎 然後音樂也可以用英文教 然後這個美術可以用英文教 我覺得這是跟英文老師的 不是英文老師去當美術老師 也不是英文老師去當體育老師 是配合 那譬如說 如果這個體育老師 他的英文的部分 他可以用學生可以 比如說這個環境可以多一點的話 他可以用英文去做一些解釋 但是我覺得千萬不要為了 為了用英文而失調 他本來就應該學習到的知識跟技能 這是我覺得不樂見的 那像音樂 各位知道在網路上 有很多很多跟這方面有相關的一些資料 那如果我們要介紹Benehead 他們就把沒有英文去講一講 然後老師再去弄音樂 所以是協和的 我覺得雙語教學的一個概念 千萬不要為了融合而去融合 是配合協助 那外籍老師到時就比較容易去做這方面的事了 好 好 那我講 他們用活這項的東西 所以用溝通 要是不是三項是雙項 要互動 要是討論 慢慢的從聽說再到同學 我們先寫幾點 前一個三十點 那十點 那十點 十點 那還好 沒到十點 我不要在大家太多時間 因為大家也沒有重新大到 好 所以就聽說讀寫 所以我在這個地方覺得 如果是要以學生為主 那各位前面是以老師為主 如果以學生為主的話 我 大家請看是 case-based commodative learning 相準 探究 equire-based comment-based comment-based conject-based 就是 我們用學生的需求去思考 我們該怎樣子給他們 那 不是考慮 只是考慮到我今天要教的內容 我們要考慮到學生是怎麼學的 學的對他們有什麼好處 什麼教學會了 怎麼學可以學得更 更輕鬆愉快還就可以學好 我覺得這是我們去思考 這個學生為主心的一個 學生為主的教學的一個概念 所以我們看到有一些研究報告 就是說如果 成績式的這個模式 可以激發學生隨行的動機 而且比較高的興趣 然後成績式的教學 他可以優於 他的表現是優於 沒有用成績式的教學 所以在剛剛開始學英文的時候 如果給他這樣子的環境 他能夠學得比較好 就是我們再看到學生上一些研究報告 所以他的那個教學策略呢 這個剛剛我已經跟大家稍微提到了 就是真正去做 他經驗 他能experience 他能夠understand practice 七次 他就學會了 那會了他還會去用 就蠻簡單的 你要真正要用確診的一個教學 你一定要給他們 還教他們去做做看 做的過程是 they have experience 他從那個經驗裡面 從學那個經驗裡面 they understand 那practice他就會 就會 會用了 7 然後之後呢 會用了他就 有機會 不要忘了 我們要給他們一些機會 讓他們會用出來 學會說他就可以用出來了 所以 剛才講到 這樣子他才能夠會啊 好 我就用一個例子 以前我做過的一個例子 不過這是年紀比較 比較高一點的孩子 不是各位的孩子 比較小的孩子 但是我覺得那個經驗是一樣的 我記得那時候 台北有一個花國 然後呢 要選幾個學校 讓學生去介紹花國 給國外的客人 那我就想 他們就找我 看能不能去安排這件事情 我想一陣子 也是一個學生學習的機會 其實我就找了一班學生 那然後呢 就做了 就是他們 另一個月的課程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花國的這個課程 那然後我就開始 就用這個 學習的情境 去做課程設計 那用認知學徒 就是有帶他們來 有示範給他們看 然後讓他們自己做做看 然後知道他們可能要學到什麼 那所以他寫報告的時候 老師這樣就知道 然後分組合作 四人一組 每個人負責一個園區 那比賽 每組優勢二十年 他們就可以做導覽人之中 然後他口述 在考試的時候 一百二十五 好 這時候想了以後 就讓他們去做做看了 那時候呢 在做的時候 我跟那些老師講 我說我們用一個 學徒制的概念 那先讓他們再看 然後你先做給他們看 然後呢 就讓他們在旁邊看 然後技術一定要多次的練習 然後再來 他們就學會了 好 用這樣子一個理論的基礎 去做這個 去做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去做花國 活動是不能缺少的一部分 好 就示範引導練習 獨立練習 然後探索 比較然後再探索 大概就用這樣的方式 好 那於是呢 學生就 就開始先去找資料 再往路上找 那很多很多的資料 跟著好幾區嘛 那每個人要負責其中的一個區 好 找資料呢 使做文件 然後就帶著他們到那個花國的場地了 去每個地方去看 你四個業主 每個人負責一個部分 每個人就負責其中的一個部分 然後呢 他們就回來 開始去練習 然後他們就學看到的一些東西 那最後呢 他們要做報告了 他們要做報告了 然後有一個固文件 然後有一個人 你一個人只能做十分鐘 然後再看一次區域的成績 他們要花很多時間 要到網路上去找資料 然後要知道報告的樣子 看看它長成什麼樣 那每一個區域裡面 他想要介紹的是什麼 他們要決定 要討論 然後呢 然後再把他們的決定 就報告出來 然後報告出來 完了以後呢 就選出很好的學生 就做一個導覽之後 有外國人來的時候 他們就去做這個導覽 那學生長 學生能夠在那個現場上 導覽外國的投票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 很好的體驗 他們是這樣的 那在這裡面 他們不是只是學到 英文的合同化 花國裡面的一些 知識上料會 一定要加載後 他們自己可以找得到 他們其實 彼此互動裡面 就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所以從那一次我們發現 學生自己 支持的能力是很強 我們要帶對的方向 給他們活動 給他們表現的機會 讓他們所學的有用 他們覺得有用 有意義 那這時候 孩子的學習就變成 比較真實了 好 所以呢 有幾個方法 那第一個方法就是 該叫那個 Holo Garner 有那個 Multiple Influences 多元劇 那我就要跟各位說 在一條上課裡面 如果要確定的教學 我們 思考一下幾樣事情 那 學生能夠看到什麼 學生聽著 學生要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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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自己人就是要自己嗎 學生有一個互動的經驗 學生有一個互動的經驗 應該要學 那互動的經驗 然後最後 學生有一個自己人 自己到最後 我經常都學了什麼 我至少 我至少都知道 我選擇地方會 不會感到 都會 絕以為在教學院這個過程中 我們考慮到學生替有的看 有的聽 有的說 有的做 這是多元智能 要有互動 要討論 要分享 要表達 這是Holo剛剛他談到的多元智能的概念 那合作呢 我覺得就是 我再要一章一堂課 學生真正能夠專注 助育力比較好的時間是什麼 前面也是五分鐘 終身想進教室 睡不著 那十五分鐘到二十分鐘 能不能讓他們精神比較好的 那如果他感興趣 他的助育力又不延長 不感興趣到二十分鐘 助育力一定會下來 一定會下來 人能夠助育的時間就那麼長 反正注意一下孩子來做 那最後下課前五分鐘 精神異議題來 要下課了 還是六期 我們用孩子能 這個最異議題題深刻的時候 做最重要的事情 下課後 討論啊 不動啊 小組討論 再下課後做最重要 他們會的時間 這個大概就是 我覺得如果我們用 那整天知道學生會的 你可以用那個 Grefer Organizer 我們接下來就有些 有被畫一些圖片 這是他學習在哪 誰啊 如果是一篇文章的話 什麼時候啊 什麼地方啊 怎麼抓啊 為什麼啊 就有些圖表可以出來 像這些圖表我覺得 你先給他們一篇文章 當他們要監獄做總結的設計 那個小組不是要 就對自己的小組做的 來填射 然後正常的水 就會覺得自己的 那很好很好 不然給他們 設計些什麼 他們有的時候他們覺得 我設計的圖案不好 他們還要設計他們自己要 所以我們其實是可以用不同的方法 然後用全英文教學 那就從愛學到能學到學會了 他學了要用 從他們的 learn by doing 做中學 然後呢從他們的經驗中學 從他們的互動中學 我覺得這些他們有成就感 然後呢在一個真實的情況之下 全英文教學是可以做的 而且我要跟各位說 真正用全英文教學的學習效果 會比用中文英文的效果要好很多 學生的學習效果 我不是說當時 再過一段時間改一改 八十二十 我不能夠說 全唐課沒有一句中文 這個有的時候可能也是 完全不是完全能夠辦得到的 但是盡量九十十八 因為你的那個環境的刺激 那個腦神經的那個刺激 他一直在用英文在刺激英文 所以他用英文反應 用英文在學 用英文思考 用英文溝通 用英文表達 所以他的英文才能夠學得更好 尤其是剛剛開始學習的習慣 非常重要 所以小學一年級的老師們 請你們特別 你要你的孩子英文學好 你就盡量的能夠給他家的環境 那他們的英文一定會學得比 有很多的中文在學英文的 成效要好很多 好 那我想我今天的 帶給他們的 帶給大家的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例子大概就這樣 那我也教過英文 然後我自己帶到學校 我的學校裡面也遭遇過 那我剛才說的這些 都是在做的那個過程裡面 是讓學生學得比較好的一些方法 那希望能夠帶給大家一些經驗 那也等一下大家在 教英文的過程中間 英文講述更多 更喜歡英文 愛學英文的學生 好 我的報告到此 結束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